这名动画片的主题曲都是由板景演唱的 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在报道板景去世时的电视新闻 1993年在尔德这一曲《不要认输》缔造了日本单曲销售量164万张的惊人记录 兼具偶像与创作实力的女主唱板景泉水却传出不幸过世的消息 据了解板景泉水去年被诊断出罹患子宫癌后就速度进出庆益大学的医院 听晨她在院区散步完回到病房的途中 却突然从三公尺高的楼梯衰落造成后脑严重挫伤不治身亡 在尔德女主唱板景泉水本名扑持杏子 93年以一曲《不要认输》走红日本乐坛 歌词还被收录到教科书中 她亲爱的歌声一直是许多人的疗伤良药 而她坚持不当电视宣传的神秘作风也一时都是话题 原本预计今年秋天要推出新专辑 没想到她却忽然香消玉允 突留下歌迷无限唏嘘 这首歌的曲作者志田哲郎是90年代日本流行音乐重要的人物 曾参议作曲给板景泉水 邓立军 中村亚军 金藤真宴 九井法子 独边签 柳石元 申田公子等团体歌手的演唱 她回忆邓立军和板景泉水时是这样说的 这首歌是提供给邓立军的《与你共度今生》 结果我觉得这是邓立军的最后一首单曲了 邓立军的歌词是由板景泉水写的 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去世了 在某种程度上邓立军的歌 板景泉水的歌词 听他们歌的人歌声永远会和大家在一起 像这样的作品 给我就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他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跟我们共度今生 《支天遮狼》也翻唱了这首著名的歌曲 《与你共度今生》 完成了这首高难度的歌曲 尤其结尾的高音处 邓立军气息没变 握着话筒的手却微微发抖 他在努力给我们留下 这首温馨浪漫的歌曲 遗憾的是 我没有机会听到这首歌的中文演绎 在某些lichkeit中文演唱会 或许多点整 con老 팬 要用他的盈子 跟那 player 选择 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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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